趁這個機會,我將時間交給你和大家分享一下鼎樓同學 大家好,我是鼓勵鼓中中伯的鼎樓同學 首先說回我為什麼參加 回應王教授剛才說 其實我不是被律師逼的 我是純粹看到有什麼大事 好像很有趣,自在參與 開始就是這樣的心態 之後呢,初初參加 我很想說很偉大 真的說要推廣或者宣揚些什麼 純粹是來玩一下 來了解一下什麼是有機 然後可能有人會問我 你學到什麼或者怎樣 我又好像怕不到 但是再問一下 你知不知道什麼是有機 其實透過一連串的活動當中 我會知道有機的概念 怎樣進行有機的生活等等 其實例如在農莊 我可能在草下拜天 聽一下導師或者農莊主人說的話 其實已經了解到什麼是有機 在前文化之下 就了解到 就學到一些有機的知識 然後經過一年的初介之後 然後我就繼續有興趣去參與下去 成為進階的男士 成為了進階的有機大士之後 有更多活動自中以來 而且在活動當中 所擔任的角色也有少許不同 其中就會更加多的任務 例如傳承有機人 而我會跟很多一樣 都是進階有機大士 在這些活動當中 學到不同的技巧 或者可以增長各方面的知識 例如有機的知識 溝通的技巧 可能會影響一些市民 什麼是有機人 那些普通的大眾等 我們一種有機大士就會 需要運用我們學過的知識 去解答一種市民的問題 然後難民的經歷 我相信就是傳承有機人 傳承有機人 傳承有機人的感覺是非常好 因為可以看到他的任務 導遊那種滿足感 然後我記得當中出現過的問題 好像是人流的問題 因為很多市民其實都很熱心 想知道有機的活動 有機的活動 有機的活動 所以就會很多人來參與 就造成我記得有一個人流的問題 當時政府這件事就訓練到我 或者一種有機大士 就想起人太多了怎麼辦 可能找一些圍帶圍著 圍著人流出來 那就可以控制下一個隊伍 人流 或者同一個攤位 太多人玩遊戲 那怎麼辦 就製作一副遊戲 隔壁攤檔等等 那這些都是 其實你 那麽多位 有幾大士都需要在這裏變通 需要去想多一步 做多一步的事情 那經過這段時間 那就 覺得有些什麽可以 那麽多位大士網 進加油 初加油 那其實大家可以做些什麽 更加多做多一步呢 那麽分別就是這裏三項 主動 熱情 和責任心 所以說主動 主動方面 例如可以主動去問問題 答問題 有時我見到有些同學 在籠莊上有問題 他們想問 但是可能害羞 或者怎樣 不敢問籠莊主 那麽多位 那麽多位有幾大士 可以嘗試一下 問一下身邊有幾大事 或者道士 中心的職業都好 都主動去問 可以了解一下 然後可能有時候有些問題 有些情況之下 例如全程有幾大士 那大家發現 這段做得不好 有些什麽 可以嘗試主動給意見 我認為 怎麽怎麽是更加好 這樣 熱情方面 不一定是說要很投身 譬如我是有機大使 我真的要完全去推動或者怎樣 或者其實簡單一點 不用想到可能這麼偉大 純粹全程投入每一項活動 自在參與 還有用盡自己投入熱情 每一項活動 不需要說我要推盟什麼 其實投身進去 即使是滿落 全程滿落 都是對有機大使身份的一個尊重 至於責任心 就是我見到其實很多同學 有時候可能參加了說會來某些活動 但最後不見了人 其實這些同學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你們每一次參加這些活動 說了會來 其實都是已經用了一個機會 你參加了這個活動 有一個文額在那裡 其實變相是拿了別人 其他有機大使的一些活動出來 其實若然大家是有心參與的話 請大家給點擔心 準時也好 也都很希望大家可以投入去 去玩每一部活動 還有最好最重要是每次都要準時來到 在這裡多謝香港有機自然用心 還有教導過我的老師 以及所有合作過的有機大使 最後講完就是身為有機大使 怎樣為有機出分力 就是首先自己了解了有機 什麼是有機 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然後再協助一下一種的事物 讓他們知道你學了什麼 什麼是有機 大家都了解一下 可以的話 做不起行 就自己 有機大使自己 就進行一個有機的生活 例如可能簡單來說 例如在家裡種一下 用有機的方法種一下化 種一下草 用蛋殼做地料等等 其實這些很日常的事物 我們都可以做到 最後就是鼓勵別人 都跟我們一樣 進行有機的生活 我的分享是這麼多 對不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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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也看到另外一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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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